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要理财找光大新客户 有专属的高收益项目 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光大银行 郑州分行的大力支持 铁锅炖菜吃完了 铁锅炖菜炖菜我吃过 铁锅炖菜我吃过 铁锅也见过 铁锅我见过 你一坠铁锅炖菜是哪的 东北那嘎嘎的吧 其实总共这地儿 基本上每个地方 都有铁锅炖菜这么个像 所以就是哪都会有 咱吃个你看 山西 山西版的 山西跟河南差不多吧 它不光面做了 菜做也种 是吗 那走吧 市面上的铁锅炖菜 大多以东北的居多 那这山西版本的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不一进门 就发现这奇怪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 这是锅贴饼 山西面做的锅贴饼 师傅告诉我说 这个是锅贴饼 对 白面做的 我们平常见到 那个锅贴饼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那都是玉米面 玉米面饼 或者白面饼 那这个明显不是饼 有点像那个花卷 这里边是有料的 对 反正这个饼 本身是有味道的 对对 是吧 如果没猜错 它应该带点咸味 带点料味 五香味的感觉 对 五香味 类似花卷的锅贴饼 很神奇 店家告诉我们 饼子需要现场 直接当着顾客的面 贴上去 我就直接这样来贴上去了 对 沾上去 四分之后 它就出好了 十分钟啊 对 跟家里比的话 它的这个面 感觉要软一些 对对对 在这里面 它这不光是 整个扣 对 扣的了 对 对山西里面 管它叫扣 对对 对吧 比较有名的 这个叫什么 扣姥姥 对吧 这时候我们发现 里面的菜是生的 而下面的肉是熟的 这和东北那边现炒 然后炖制的做法 可是有很大不同 肉在底下 肉要不放下边 它炖的时候 不是就 菜又不冷味 肉一炖 它菜就又冷味了 一炖之后 因为肉在下面 有肉汤嘛 所以就肉汤做底 然后炖着这个菜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菜就也有味道 对 这样来看的话 跟平常咱们吃到那个 铁锅炖菜 就是两个概念了 平常我们那个 那个铁锅嘛 那种炖菜的话 应该就是 要么 就是说我们是直接炒的 生肉 生什么排骨啊 直接放进锅里去炒 但是在山西那边的话 就是家里头 基本上就这样来吃的 对对对 它就是这种川口的味儿 家里的川口的味儿 饼子是线贴的 而蔬菜是生的 下面是熟的 盖上盖子打开火 让所有的食材 慢慢地在锅里 炖上15分钟 这似乎才是 真正意义上的炖菜 是这样来的 那这样的话 要先吃主食了 等于是 先每人一个磨磨 热的时候好吃一些 我下面都是肉 我肉多 这样一翻之后颜色就 这个中份牛肉的锅底 还有兔肉的 感觉可以 它这个口味不错 它的那个比较实惠 比较实惠 对对对 量还可以 量也大 大葵菜 但是撑出来一份 这在火里吃 它一直夹着热 你可以再夹菜 这都比较好的 你这意思有点 累穗于吃火锅的感觉 不是不是不是 它这就是 味道一块 这个盐子 你看它比较好看 然后吃起来 一份一份的 一层 然后味道还比较弄 比较足 一个字是香 香味比较足一些 味道比较足 那今天点的算是什么锅底 我们点的是 红烧肉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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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有荤 有荤 有素 对对吧 过年的感觉 哎你还别说 真的是 如果说你在这 再贴几个福字啊 或者什么的 那基本就是过年的感觉了 看着去 找点让他看着 弄家餐 吃白家饭 传白家饮 嗯 哎呦 这这我就真的来了 其实真的就是那种很强的那种农家味的感觉 就比较原始啊 那种状态 是是是 肉很辣 你看 真的炖的时间很长 形式感觉很有黏味 而且他这个是一次性加 就是没有说之前吃的那种大锅菜 就是先吃完以后还能往里加东西 还能加汤 就跟火锅差不多了 嗯 他这个就一次加热完以后 而且往下还特有味 不用再加热 因为我挑食啊 但是他家的我不挑 你平常不喜欢吃什么在这吃的 嗯 青菜 比如说这个 青菜 肉板 哦 平常不吃肉的 对啊 但是他家的肉炖的特别烂 嗯 很入味 实惠 实惠 这是最主要的 算你们四个人大概多少钱 估计这还主要 我们刚才点的时候看看应该是不到两百块钱 一百多才 对啊 那人群不到五十 对不到五十 饼是在这个锅上贴的 然后吃着好吃的 咱们东北那边 东北那边不是那种玉米面 咱们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白面的 但是特别好吃 它特别软嘛 然后它这个酱也非常好吃 配着这个酱非常好吃 酱辣不辣 有点微辣 但不是说特别辣 香不香 香非常好吃 酱香浓郁 香味突出 算是这山西版铁锅炖菜的口味特色 要想达到这种口味 首先就要选择这种导热比较快的生铁锅 这个锅本身 啊 为啥不用那种不锈钢的 然后看起来多漂亮 这铁锅啊 以后面 人生挺好一些 这也是个老传统 是吧 铁锅炒菜 对 铁锅炖菜 对对对 这是生铁做的 是铁锅的 这个铁锅还不一样 这云好了以后就不上锈了 如果说就是老传统 可以说是 对对对 然后一个新锅买回来之后 要用油 对对对 来烧一下 给它润一下 把上面的那些 那铁锅 铁杂那些取去 对 然后给它搓一搓 就叫润一润 润润锅以后 就不会再生锈了 我刚才在外面采访 待会都说里边是这个肉 是不一样的 对 有多少种可以选择 炸油八种肉可以选择 八种 八种是吗 对对对 都有什么肉 牛肉 牛肉 排骨 鸡肉 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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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牛肉 还有一个羊肉 这里的食材种类很多 有排骨 鸡肉 牛肉 兔肉等七八个品种 所有的肉都是提前自己滷制的 料包 滷汤一个都不能少 十多种香料组成的料包 再加上两个小时的滷制 就能让这些肉类入味成熟 在锅里放入底料加入高汤 放入做熟的肉类 接着加上生菜 您想吃什么 这里几乎都能给您搭配起来 要说这山西的铁锅炖菜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锅贴饼了 不对 叫锅贴花卷更贴切一些 这个用的是这个发面 对 都说这个山西的面食是一绝 那其实这个也算 也算蒸馍 这花卷这些 蒸馍花卷 对 都算是的 一般做这个直接上擀面杖的话 应该就是会做出一点点的造型出来 对 那咱那边味道还不直接往上烫 还要需要加五香粉做成花卷 这花卷一方面是穿透 再一方面它有五香粉味了 有五香粉味好脆一些 味道还更浓一些 对对 这是直接刷油吗 对刷点油 这个是五香粉 这个就是五香粉了 对 这是自个儿搁的五香粉 真的是五种香料吗 实际上是六种 实际上六种 对 都有什么呀 有龟皮 有电香 有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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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花椒 还有一些熟芝麻 熟芝麻 对 在里头摸的芝麻 将面皮卷起来切成小块 这就可以贴在锅边了 15分钟的炖制 面饼充分吸收汤汁 蔬菜的香味和肉类相互融合 时间一到 将所有原料搅拌均匀 调成小火 这就可以开吃了 感谢鸣门之秀五粮春酒 对法拉木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哎呦 这锅是已经好了 按照这边的规矩的话 先吃馍 先吃馍 好 我这个馍呢 泡的时间有点长 这个馍现在真的是算是保溪汤汁 其实它味道是很足的 你知道吗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 因为是发面来做的 所以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但是能有筋筋的那种口感 而且它主要是吸了很多的味道在 所以它这个感觉你吃起来的时候 里边有面香 有肉香 其实不占汁 不占汁是吗 能够喝一瓶 об卜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说这个冬季郁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高招 那说到大嘴我呢 反正我冬季是从来没冷过 为什么呢 不爱吃肉 我的郁寒绝招就是多吃肉 今天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吃肉的好地方 在这儿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惠羊肉的老店 据说口碑不错 那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咱们一起看看 这是一大家伙是吧 是 在附近住的 在附近住的 对 这家店之前来吃过吧 经常来吃 孩子比较爱吃 然后这个汤比较浓 比较鲜一点 比较鲜一点 看下这个 我看打的招牌是军香 我不是这个 他们这个汤里面有这个菌香味吗 嗯 有菌香味 有菌香味 对 看下这惠羊肉里面都有什么 有那个羊肉 哦 羊肉 粉条 它用的这种比较宽的这种粉条是吧 对 这种宽的粉条吃了比较筋道 哦 加点杏鲜菇 菜品品种还挺多的 它这个汤比较好喝 喝了以后那个冬天吃的话 全身都比较暖和一些 我们温州的 温州的 温州的 这惠羊肉吃得惯吗 我特喜欢吃 我们经常过来吃的 经常还是 它这个汤喝起来特别香 我都觉得特别香啊 你们河南都选 哦 选是 选 可学会河南话 比较鲜一些啊 能尝出来吧 这是羊肉汤 那肯定 我们挺喜欢吃的 你看吃了从头到脚都暖和乎的 衣服都脱掉了 那所以南方人啊 我不知道你吃这个会觉得口味偏重不会 没有没有 我们是不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这个店就在了 一直吃到现在都这样 孩子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买的 我们来的有十来年了 你说这鸭店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老店了嘛 除了汤比较鲜之外呢 你还喜欢给美食 它的肉呢 你看多大颗肉 特别 男生还是爱吃肉是吧 你吃的都够多 肉够多吗 够多 反正我看人家 羊肉的片是挺大的 很大的 切得挺大的 它这个汤就是羊骨汤 嗯 是吧 别人那里是大骨头啊 牛骨头啊 它这它它 以后我们就知道 不然羊肉就是鲜吧 对 那鲜子不是一个鱼一个盐吗 是不是 有羊才能鲜 鲜 还是比较适合口味 惠羊肉里虽然食材丰富 但最能决定味道的 却还是制作惠羊肉时用到的汤 这么大一个锅啊 你们家汤是 我看有羊肉 还有什么 有羊骨头 还有羊骨头 对 这腿骨 都碎了都 对 哦 腿骨 我看除了腿骨 还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是吧 对 它这一锅大概需要 多少骨头 一百斤 一百斤的骨头 对 一天一换 一天一换 对 那肉呢 肉是甜甜煮 甜甜煮 对 上锅煮下锅煮 那这个羊肉有讲究没有 咱用的是哪的羊肉 育冬的羊肉 育冬的山羊 对 小山羊 是整只羊还是 整只 整只的羊肉 也不分部位 对 都往下 都往里头煮就行 对 都是搭上小块和猪嘛 哎呦 你干嘛 尤其是站到这个锅边温蒸味 真鲜啊 它除了羊骨羊肉 不加其他的一些料吧 啥都不加 啥都不加 对 全锅头 羊骨加水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熬制 就成了制作 灰羊肉的底汤 因为羊肉 也会在汤锅里煮制 所以汤里 也会增加几分肉香 不过 制作灰羊肉 只有这锅汤 那是不够的 要想汤味浓郁 还要用到一种特殊的调料 那就是店家自己熬制的葱油 这个葱油 在旁边我闻着有多香吗 这跟来都用什么熬的 这个是 有香葱 有香葱 打蒜 香菇 还有香菇 对 还有羊葱 哦 你说东西还挺多的 对对对 大概有多少种东西 大概有 七八种吧 七八种 熬的 你看就熬的这个 这个程度 已经都粘稠的这种感觉 那这一碗就放一点这个葱油就可以了是吧 一碗就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香味都够足了 对对对 葱油的加入不仅可以让汤喝起来更加浓厚 而且还能减少羊肉汤的山味 用葱油炒出的羊肉和葱花香味也会更加浓郁 加入熬制好的羊肉汤 各种配料经过简单的绘制和调味 一碗热气腾腾的会羊肉就可以大快躲移了 不过吃会羊肉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黄金搭档 那就是芝麻烧饼 这家的烧饼是发面烧饼 发酵时用的是老面头 和用酵母粉发酵的烧饼相比 这种饼吃起来会更加松软 但又不失嚼头 刷小饼子 你一会儿可以带两块回去啊 我给你讨价 我给你讨价 饼不用你请 你这一话我都听传啊 特家饼你是比较认可的 对对对 吃完再兜点 对必须的 一般像你们吃怎么吃 就是分开吃就是干吃饼 然后喝这个汤 一般不泡就吃是吗 不泡就走我们不泡 这个饼还是分开吃好吃一点 这个饼单吃的话是不是也有味 可香可香 有料有料 有素香有什么可以有料有料 五香的吗 五香的 你说你特家这个饼好在哪 你看一下 芝麻放那么多 然后肉这个面啊 面味 我不知道肉里上面 但是它这个吃着 那吃着原来很久很久以前 做小孩的时候吃饼的那种感觉 哦 你有那个面香味 对对对对 就那个味 除了会羊肉 对于想过肉饮的朋友来说 店家自己卤制的猪蹄或者烧鸡 是最好的选择 我注意到他家伙这个猪蹄啊 水那种原色的是吧 对 就是肉本身颜色 它没有加什么那种 就是有那酱色 或者专门用那种 做的红红的那种感觉 是的 没有那是添加剂什么东西 感觉是比较健康 所以说我们经常过来 就捡一下猪蹄啊 它是哪种味道 五香的吗 就是 要不来在这尝尝吗 你尝一个 不好意思 尝你们猪蹄吃 没事没事 你尝一个 看这个口感是什么 是比较筋道 比较软多一些 比较 叫白香 筋道 特别筋道 然后就是入口的那种 然后就是清晰 特别爽口 也不是说特别油腻的那种 不腻是吧 对不腻 不像有的猪蹄 让你吃到 就像那肥的什么 特别腻的那种 不是那种感觉 这个您再多吃点啊 补充一下胶原蛋白 我每次来我都点这个 这是必点的 对 要不然皮肤怎么那么好呢 和别家的猪蹄烧鸡不同 这里的烧鸡猪蹄 颜色相对比较浅一些 更多突出的是 实材的粉色粉味 虽然是原色 但看上去 真的还是挺诱人 尤其是这个烧鸡 看到这个鸡腿的部分没有 这鸡腿这么细 他们都说是柴鸡 是柴鸡吧 这应该是 是柴鸡 绝对是在成鸡 卤来之后是 控制在两地以下 两地以下的柴鸡是 肉质会更好吗 肉质更筋道 更筋道一些 肉鸡和柴鸡的取点 因为 它这个 就看鸡 其实这个鸡肉就看 懂的人就看鸡爪鸡腿 就一看都知道是什么鸡了 对 而且再看这个猪蹄 他们家这个猪蹄 这应该都是前蹄吧 这是 全都是用的前蹄 前提有一大好处就是什么 骨头少肉多 吃着过瘾是吧 这卤质的时候都用了什么卤质 这卤肉为了是不吃这个肉的原味 就是用的大料 多准大料 多准大料是吧 也不上色 就要肉的本色肉的本味是吧 对 没有多多的 没有那种多的程序加工 那行吧 看看呀 我今天也是要过肉饮的是吧 吃个回羊肉 再来点猪蹄 来点烧鸡 那今天再这么吃 好不好 我给你们弄 好 吃吃之前呢 实际上要感谢名本之秀 武阳春酒队 本来们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今天其实本来是找这个 会羊肉 结果到这发现 还要是过肉饮的 瞬间觉得这个 猪蹄跟烧鸡 喧鸣夺煮 有没有 这么多的肉啊 还是先说说今天的重点吧 就是这个会羊肉 他们家的会羊肉是菌香味的 其实到后厨打探之后才发现 这个其中的奥秘 是在那一碗葱油里面 先尝个汤 看味道怎么样 他们这个汤 喝上去是比较厚的 就是那种味道 比较香浓的味道 除了尝到这个羊汤 这个本身的香味之外 其他任何这个香味 全部就来自于 那一碗葱油的香味 这个葱油香味还不是单纯的 这个葱香味 里面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很多东西啊 那个香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浓郁 不太好形容 有点复合型的味道 只有尝过了才知道 这个汤够香啊 会羊肉里面的肉真的是不少 而且都是一种大片 非常厚的这个羊肉啊 哇 单吃会羊肉 都有能感觉到 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 羊肉真的 像大家说的 没什么善味 一口烧饼 一口灰羊肉 有这感觉 滋你 而且还他们家就是点灰羊肉啊 就是送一个别 如果不够吃的话 可以再买了 冬天啊 吃点这个灰羊肉 就是特别的暖身 特别的舒服 哎呀 我觉得喜欢吃这口朋友们啊 从这儿过的话 不妨尝尝尝 均香味的 味道还不错 当提到西班牙 你会想到什么 足球 斗牛市 还是电影 但提起西班牙的美食 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今天小白手就要去拔草一家 开在郑州的西班牙餐厅 据说许多来这儿的人 都是被一条 称为西班牙国宝级的火腿 吸引而来 这体验到底如何呢 我们先去打探一番 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层好像是卖面包的 应该是在楼上吧 来 出餐 来 牛市场 出 主厨推荐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点的 那个特别昂贵的火腿了 哇塞 这个就厉害了 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最练之宝 火腿里面贵头算最高的一种 西班牙5G的火腿 一条差不多12000到14000 12000到14000 这招牌这四个都是吗 这一批火腿已经卖完了 现在应该装货了 就算一条 好多人就好奇这个贵到哪 然后好奇它本身的味道 听餐厅的店员说 许多去过西班牙的人 都会来这里品尝最顶级的5G火腿 虽然这价格 确实有点刺激 不过也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这火腿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在西班牙它的食材有几大特色 火腿是它的一个国家宝藏 在中国就可以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这么说 哈布果世界最高顶级的火腿 都生产在这里 在西班牙人心目中 你提到哈布果的火腿 就知道它是顶级火腿的代名词 比如Singo Hoda 5G火腿 比如说Hoselido 就是小河赛 这都是在三星米 麒麟处餐厅 经常会用到的一种食材 为什么它这个地方能生产这种 这么好的火腿 一个是地理环境 它的海拔非常适于 这个橡木林的成长 然后它的伊比利亚黑猪 是吃这个橡木林钓的果子 橡木果长大的 那它就意味着 它要需要非常多的树 才有这么多的果子够 这只猪来成长 每一只猪要将近 两平方公里以上的生活空间 非常大的面积 只能饲养非常小的 纯整百分百基因的伊比利亚黑猪 那同样 它还要经过后面 长达四年之久的 这种发酵的过程 所以它确实是一种 比较稀有的 比较昂贵的食材 其实在西班牙 伊比利亚黑猪 也分为不同的等级 不同等级的黑猪 发酵后香味 也是完全不同的 其中百分百 纯种基因 橡木果未养下的黑猪 是最稀有和昂贵的品种 西班牙是在全世界 最适合火腿的一个国家 平均每一个家庭 它一年消费火腿量 至少要四条火腿以上 可以说是到狂爱火腿的这个国度 我第一次接触火腿 还是在旅游的过程中 最早接触火腿是吃不惯 可能我吃的级别也比较低 它的香味并没有体现出来 再一个我认为它是生的 抗拒这个东西 然后我了解它的知识了 以后我知道 它其实不是生的 逐渐的 我觉得它味道挺好 再到之后 我都开始慢慢地变成狂热的爱 我就会去找 什么是真正的代表 西班牙最好的东西 在西班牙工作了八年的罗宾 偶然的机会 接触到了西班牙顶级的5G火腿 便将这个国宝级的美味 带回了老家 最开始 它只是从事火腿的贸易 为超市酒店供货 但许多人对西班牙火腿的认识 还很陌生 于是 它就想开一家 主打西班牙特色的餐厅 作为传递当地美食的窗口 开这个餐厅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让大家了解西班牙的文化 除了西班牙火腿 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比如说白亚 就是西班牙铁锅饭 还有塔巴斯 西班牙的各种的小吃 白亚就是西班牙语的白亚 就是铁锅饭的意思 所以说它一定要铁锅 国内很多人会把西班牙海鲜饭 就当成白亚 这样白亚在西班牙语里头 它是讲铁锅饭 其实就是农家饭 它发源于安纳鲁夏北部 藏红花产区的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藏红花产区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在一起 然后庆祝这个藏红花的丰收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需要 很大的容器来一起吃饭 所以当时就会有 特别大的那种铁锅 然后用木柴木屑架起来 然后烹饪这个饭 最主要的佐料就是安纳鲁夏 是盛产了西班牙的藏红花 藏红花看的是红色的 实际上入水它是金黄色的 你验证这个藏红花是不是真的 就是看一个红色的藏红花 把它放到清水里 它是不是马上变成金黄色 就看到是不是真的藏红花了 这个米呢用在西班牙短米 因为在整个欧洲 他们大部分吃米饭是以惠为主 而不是以蒸为主 在他们那吃 中国人吃起来会可能会有一点加生饭 所以我们到国内了以后呢 改变了一下它的烹饪的方法 除了正常的这样惠 我们还会把它经过十几分钟的 那种鞠的时间 保证它的米是熟的 能更适应于中国人吃饭的习惯 需要满酒的 需要将近三十分钟 顾客来了以后 我们都会告诉他 这个饭非常慢 也是因为我们进行改良 让大家觉得 这不是加生米 还有一些去西班牙 去吃过起国饭的人 回到我们家再吃 你这个比西班牙好吃 实际上并不是说 我们做的比西班牙好吃 而是更适应于中国人的胃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为了保证西班牙风味 餐厅内大部分的食材和调味料 肉饼都会从西班牙原产地进口过来 但是他也会根据本地比较流行的食材 去更换菜单 现在虽然在西班牙非常流行 这种菇类的铁锅饭 因为对身体都比较好 正好我们中国也非常盛产这种各种菇 比如说有松茸 有杨竹菌 我们开发了这种全菇饭 因为当地的食材 更适应于当地一方人民的胃 首先是要好吃 然后是营养 你去了意大利 你一定要去吃它的披萨 那你到了西班牙 也要去吃它的这个白亚 就是铁锅饭 同时它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塔巴斯 塔巴斯在西班牙里面 就是指的是小吃的意思 也就像在中国 你在各个地区 你去吃它的地摊 它的小吃 是一个概念 每个地区的塔巴斯 都有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烹饪方法 就拿一天的时间 你可以不去吃正餐 从早餐开始 吃不同店的塔巴斯 你这样的话 你能吃到二三十种 不同的风味 独特的地理环境 让西班牙有充足的阳光 白天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 许多西班牙人 一天至少要吃五顿饭 除了正餐之外 就是要到街头的 这些塔巴斯小吃店里 享受美食 也正是因为如此 西班牙诞生了 许多独特风味的美食 为什么喜欢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 它是比较热情的 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度 有非常多的节日 几乎你每个月 在各个州 你都能感受到 它的节日的气氛 全天候 都在庆祝 都在吃 都在玩乐 都在跳舞 在唱歌 在喝酒 很爱生活 非常爱生活 我觉得已经爱到 忘掉工作了 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食材 好吃的饭 配合好喝的酒 对西班牙来说 这就够了 这是一个台湾的美食记者 喜欢东西 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来感受 因为台湾人其实 咱们这两人很像 我做了笔记 我做了笔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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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相对来说比较大 如果再大的话 怕那个丫头会过烙 那种烙 那种特别大的丫头 怕它的肉质不好 把好丫头 它又能包住它的那个肉质 还能包整它的那个隔头 你平时吃丫头都怎么吃 我其实是想问你 平时吃丫头 是这样的刚锅的样子吗 不是 是鲁的那种 对对对 我也是吃那个比较多 但是那个鲁的时候 是一整个 然后你要的时候 从中间再给劈开 但是那种卤的感觉 没有这种干锅的 好像就是肉更烂 它这个是轻轻的一抿 骨头跟肉就分开了 这样轻轻的用手给它掰开 然后把这个鸭舌 还有这个鸭脑 鸭脸肉全部都露出来 这样吃 给这个鸭皮 没有骨头的 这个一掰 这个一撕就烂了 对对对 就太烂 你看 我喜欢吃这一块 叫做鸭脸肉 鸭脸肉 对 鸭头上面不是有那个鸭舌 鸭脑 还有鸭脸 就是紧挨着那个鸭的会 鸭的嘴 然后就是脸 旁边这块肉 因为我觉得它能吃到那种 比较细嫩的肉丝 大块的 而且它这个特别入味 也特别的嫩 感觉它里面这个鸭脑就跟外面的不一样 特别入味 而且有老板调的那个香辣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鸭脑感觉就是肉会比较嫩 吃的时候还能吸溜一下里面的汤汁 吸溜一下 用逢脑的话来说就是削一口 想让鸭头够入味够软烂 无非在于一个卤制的过程 咱们平时吃到的卤味 不论是大饭店还是小档口 都各有各的秘方 而这里的秘方 其实就是他们这儿的这锅汤 卤鸭头这个汤暂时融为烙汤 这个烙汤 它可以想很多人说的 三年烙点二十年烙点 他们用了都十年二十年烙汤 时间越长 这个汤味道越浓郁 它的菜料里边吸收成品越多 所以说越是烙汤 做出来东西越好吃 原来他们家之前就一直在做干锅鸭头 而这锅烙汤就是从他们家乡 带到郑州来的 虽然年头并不是说非常久 但是和每天熬制的新汤比起来 卤制住来的味道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不仅如此 这锅老汤还是专门为卤制鸭头而调制的 鸭头本身属于良性的食材 吃多了会对脾胃造成一定的负担 而他们在这锅汤里面加入了西洋参 桂圆大枣枸杞等几十种配料之后 不仅可以中和良性的鸭肉 而且也能去掉本身的腥味 就是感觉没有市面上卖的那么咸 就有特别浓正的腌的那个味道 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感觉比较新鲜 还能吃到鸭肉本身的香味 还能吃到它调出来那个香辣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你有没有觉得看着很油 但是吃上去非常香 看它下面的油 但吃着一点都不油 卤制之后 其实只是为了保证鸭头里面 均匀地沾满汤汁和一定的软烂度 但真正让它出味 香和辣靠的是最后一步 炒制 卤鸭头和干锅鸭头的区别 它卤过以后 它的皮和肉其实很筋 但是你经过蘸的那个红柚 然后超纸 就会出来小过就是皮比较筋转 然后那个肉是比较松的 然后口感比较香辣 炒制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改变 卤制后鸭头的口感 并且在口味上也得动点心思 如果蛋黄辣椒 这个鸭头会非常辣 但是吃开后会比较干辣一点 口感不好 如果加入这个特质红柚 就会成为点香辣 它乳口是香 然后吃下去以后 会味是辣 这样吃起来以后 口感会比较好点 如果不防这个红柚 会特别的辣 一般人都不好接受 到此一份完整的干锅鸭头 就彻底呈现在你面前了 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 煮菜辣个过眼 也可以作为待会儿吃火锅的前菜 不过这大冷的天 建议还是打开火 再涮点菜才来得更舒服些吧 涮菜 哇 这是鸭血 这个是章鱼丸 章鱼丸 然后我们吃成这样 直接加汤吧 把那个锅底捞一下 等一下 这个不能一起涮吗 哦 手上把它吃辣了 特别居家 好像自己在家里面 冬天那种自制火锅一样 哇 像这个样子吗 还凝质 嗯 还是有那个钢锅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骨汤在里面 它就是比咱们平时直接吃的那种 调好料的锅底 它可能感觉闻上去没有那么的油 那么的咸 那么的辣 没那么重的 对对 我觉得不用蘸料也可以 不用蘸料吗 就是你先吃一口 它其实还是带一些骨汤的底味 蛋了好多是吧 它怎么说就是 干锅鸭头火锅 就是那个味 我本来担心它会没什么味道 但是其实涮完了之后 我觉得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 四川重庆火锅比 它肯定是要蛋的 但是你直接吃的时候 因为里面也有那个 干锅鸭头里面的香辣的味道 还有油 还有骨汤 所以涮出来之后 我觉得像是 酱汤加了一点点的辣 而且还能吃到涮菜本身的味道 就刚刚好 如果觉得不够 不够味的话 可以再 蘸一下店里的芝麻酱 干锅这个 锅蒜吃的无味 这个能说就天冷了 吃的能多一点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那种新妻的人 就你肚子特别饿 特别馋的时候 你坐在这点一份干锅 上来就能直接啃这么多的鸭头 等到你吃的啊 差不多中间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 再加汤 然后再慢慢的去涮 第二汤是不是 对 就两个人吃啊 朋友们聚在一起啊 都比较适合 先来猛的就开啃 过瘾 然后再慢慢的去涮 然后喝点小酒 叙叙旧 那个 想体验的朋友也别着急 现在拿起手机 发送干锅鸭头四个字 到我们香香美食官方微信平台 既有机会获得由店家送出的 雨晒套餐一份 还等什么 赶紧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